最近88岁的顶级富豪赵世增和他家那被日媒形容成跟东京巨蛋一样大的超级豪宅又大出了一次风头 原来是TVB的一档节目 找他做了个上门访谈 拍了不少豪宅里的家居布置 什么明朝的屏风 西班牙的雕塑 还有各种名家画作 堪比一个小型博物馆 这颇天的中式富贵 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赵世曾是何许人也 他是连赌王和大流都要甘拜下风的香港第一玩家 从年轻到现在 几十年依然纵横香港各大周刊 花花公子许靖亨 在他面前都只能算是入门级选手 赵世曾扬名港岛 原因有三 其一是因为他的家世 他的父亲赵从衍 是香港四大船王之一 别说他们赵家人颜值都不俗 其二是因为他的财富 拥有百亿身家 想为他那个帅气女儿招训 一出手就是十亿轰动全港 其三就是因为他的风流浪荡了 他自爆交往超过一万名女友 一天就能约会三 四个到老都没断过 却不曾在这些美女身上花过金钱 而且他一生不婚 三个儿女都是不同母亲生的 说起来 他家这位继承家业的帅气女儿赵世之 也是一位颇不一般的名愿千金 先来看看赵世曾的豪宅吧 毕竟香港豪门虽多 愿意让人窥到住宅内部陈设的 可没几个 这座豪宅坐落在最西段的魔星岭 衣衫傍海 风景极佳 他说自己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享乐 所以这栋豪宅 他直接取名叫乐剧 成龙的警察顾十三 周星驰的情圣 都借赵世曾的房子去过境 2023年 日本富士台到香港拍豪宅 赵世曾也接待了他们 当时直接把日本主持人给震住了 近一万六千一百三十尺的面积 在千尺就算豪宅的港岛 有多奢侈就不说了 仅仅是一个玄关 就让人惊叹了小半天 因为赵世曾竟然在这里弄了一个池塘养井礼 还有假山瀑布和各种绿植 俨然就是做小型植物园 为了打理泳池和花园 赵世曾聘请了九个工人打理 客厅里还有不少稀罕的摆件 比如屏风边的两尊古董麒麟 桌上随意放置的如意和古董钟表 柜子底部不起眼位置 躺着中东王室成员送的宝盒 还有数百年前的神秘壁画等 但其实这些摆放在明面的东西 在赵世曾眼里 已经算是不怎么值钱的装饰品了 真正价值不菲的藏品 他现在可不敢在这么大大咧咧的放屋里了 毕竟有过两次被窃的遭遇了 前段时间有媒体在街头偶遇香港大亨赵世曾 这个已经88岁的老爷子 穿着打扮很时尚 似乎是为了配合身边的年轻美女 赵世曾绅士的帮美女开车门 这个年轻美女看起来也就20多岁 身材凹凸有致 手里拿住名牌包包 他们坐的是赵老爷子的跑车 民众对于这样的场景已经见怪不怪 毕竟对于这个风流老爷子来说 见怪不怪 有些人还很羡慕老爷子 一把年纪还能有小女友陪伴 真是幸福啊 对于赵世曾来说 拿下美人都是小菜一碟 他曾对媒体爆料 自己一生有过上万美女 一年内就能更换近200个女朋友 大多数自己都叫不上名字 风流成性的赵世曾 也被人称为香港头号玩家 赵世曾为了玩的尽兴 甚至在自己别墅 举办香港小节选拔比赛 有媒体调侃 这位先生是在给自己选妃 也导致很多人认为 赵世曾这些美女们 都是奔着金钱去的 但实际上 赵世曾从不喜欢用金钱去争取女人 有媒体爆料 赵世曾根本不会给这些女人 花钱买名牌包包或者首饰 甚至有很多美女 为了跟赵世曾出门有面子 自己去首饰店借首饰 赵世曾说 自己不喜欢物质的女人 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分出去 没有得到金钱 这些美女还愿意 前扑后寄她们到底图什么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赵世曾可以给她们介绍资源 利益往来等价交换 通过这个男人 可以遇到很多知名人士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 就是非常难得的 你来我往各取所需 这样看来也是很合理的 反观赵老爷子一辈子风流成性 似乎与人生家庭有关 他出生于一个商家世家 家庭条件还算富裕 原本父亲是一个本分老实的上班族 通过自己精明的头脑 成为了妥妥的船王 父辈的打拼 让赵世曾从小一世无忧 但父亲却偏爱赵世曾的哥哥 既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爱 母亲也就把赵世曾缺失的父爱完全补了回来 为了培养这个儿子 母亲把他送到了国外留学 事实证明 赵世曾的确没有辜负母亲对他的期望 无论他怎么努力 父亲依旧没把他放在心上 还是把公司最核心的内容交给了大儿子 为了争的一口气 赵世曾选择脱离家族公司自己创业 幸运的是 他眼光非常独到 在别人还不了解房产价值的时候 他就开始涉足房地产行业 因为他本身就是建筑专业出身的 对于房地产还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加上赶上了房地产红利器 他的公司一下子就做大了 自己也成为了知名地产大亨 不得不说 赵世曾不成功都难 别人玩美女都是砸钱 赵世曾却是用玩美女捞钱 有一次他邀请很多美女前来哄怕 一时间各种好身材的美女蜂拥而至 赵世曾抓住机会大肆宣传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玩乐的地点 正是自家开发的项目 由于八卦媒体的报道 他所开发的地产项目 很快得到了关注 人们开始把视线去交到这个地产项目身上 既能有美女相伴 又能给自家公司做宣传 一举两得 不得不说赵世曾的商业头脑太强大了 从年轻时期就很爱玩的赵世曾 完全就是一个风流浪子 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身边从没缺少过美女 但从未想过要结婚 或许正是赵世曾亲眼目睹了大嫂瓜分大哥遗产的事情 因为大哥与大嫂结婚后并不相爱 所以两人多数时候不在一起 只是对外保留着夫妻名分 后来大哥离世 大嫂占据了大哥的绝大部分遗产 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 他觉得自己不要结婚 不能把家产分出去 虽然老爷子一生未婚美女如云 但他也曾有过真心相爱之人 风流成性的赵世曾一生有过无数美女相伴 要说能够让他真正付出一点感情的 姚伟是其中之一 姚伟其实是一名歌手 原本在香港也算是很知名 是很多男人的梦中情人 他的一颦一笑很是勾人 再加上他的身段 好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这个色欲熏心的男人 在电视上看到姚伟演的戏后 赵世曾跟更多男人的反应一样 都有一阵躁动 但是又不同于其他男人 因为赵世曾会付出行动 他四处找人打听这个女人 不得不说有钱人就是好办事 在赵世曾的一顿猛攻后 终于感动了姚伟 之后姚伟还把赵世曾 当成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甚至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本以为可以走入婚姻殿堂的她 没想到等到的事却是一盆冷水 再完美的女人 也拯救不了浪子的决心 赵世曾还是抛弃了姚伟 抛弃姚伟之后 赵世曾并没有停下寻找猎物的脚步 很快就遇到了蔡盈盈 与姚伟一样蔡盈盈也给赵世曾 生下了一个儿子 原本以为自己能拿捏住这个男人 但是她想多了 生下儿子不久 她就发现这个男人在外还有新欢 于是带着儿子离开了赵家 虽然把儿子带走赵世曾没有说什么 但最终蔡盈盈的理性 还是战胜了感性 在孩子四岁的时候 她就把赵世号送回赵家 因为她知道儿子跟着自己 只能是平凡人家的孩子 但是跟着赵世曾能当地产大亨的长子 然而这两个美女 即使为赵世曾生了孩子 也只是她万花丛中的过客而已 直到另一个女人的到来 才让赵老爷子打破自己的底线 甚至有了结婚的打算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提起与特利霍拉迪的感情纠葛 赵世曾这样说到 特利霍拉迪是一位越南模特 赵老爷子一生中唯一一次订婚对象 当时赵老爷子的订婚仪式搞得很隆重 很多有名有地位的人都去了 而且媒体大肆报道 当大家以为这个模特 真的收服了这位浪子的时候 传出了两人分手的新闻 两人分手的时候 女模特给赵世曾索要天价分手费 刚开始赵老爷子不打算给 直到两人对不公堂 赵老爷子才给了一点 有媒体说是因为赵老爷子目睹了好朋友刘鸾雄 离婚分家产的事情 她再次害怕了 害怕被人分家产 所以才选择毁婚 不得不说 赵老爷子恐婚的心理 简直是刻在了骨子里 反观赵世曾的大半生 即使一生未婚 也还是拥有了两亿女 赵世曾虽然不敢给女友花钱 但是却非常舍得给三个孩子花钱 姚伟给她生下的大女儿 是香港很有名的名媛 她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继承了父亲的商业头脑 所以赵世曾很喜欢她 在父亲的支持和培养下 大女儿很快就开始打理家中产业 当然除了继承父亲的商业头脑之外 还继承了父亲的爱玩 小小年纪就开始交朋友 前前后后也有十来个男友 但赵世曾并没对她说叫什么 直到大女儿出柜 赵世曾才意识到女儿的问题 甚至花费十亿 让人把女儿掰直 但她的心愿没能实现 如今大女儿仍然经常把女朋友带回家 至于赵世曾的两个儿子 爱美女简直跟父亲如出一辙 但是赵世曾一点也不生气 甚至夸奖孩子们有本事 或许这就是赵家的教育模式吧 唯一让赵世曾欣慰的就是 大儿子有了温馨的小家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之前传出赵家一家三代温馨聚餐的照片 大儿子大儿媳 大女儿以及小孙子都在 而且还有大女儿的对象也正在 看来拗不过老爷子也妥协了 一生风流的赵世曾 拥有过无数美女 也算是拥有了极致享受 即便放在古代也是皇帝也有的待遇 要论资产 百亿身家的赵世 曾在卧虎藏龙的港岛 算不上套 但要论幸福感 爱享乐的他绝对名列前茅 据说许多港岛富豪 对他都羡慕不已 花心浪荡丝毫不值得推崇 即使享受生活 不纠结不内耗 倒是普通人都值得借鉴 新的一年 祝大家平安喜悦 财富自由 栦尔 松岛富豪